電力令人類方便幸福 為了令地球的資源可以身身不適 有人最深研究怎樣可以善用這股能量 這一部功夫就是哲能道 而他就是哲能道大師, 和全蘇恨 太陽除了昏緣之外 還是最好的照命光陽 但是, 很會太陽伯伯 一天開光都是十二個小時 他不會休息的 他下班之後, 我們又用電臟燈 但是我, 作為哲能道大師 繼續有四小時宣揚哲能道的真神 Cabaribus, 玩到啦 電力雪要有光, 光就出現 Soco 需要為一位街坊朋友較量 在限時兩分鐘之內 找出耗電量最低的燈膽組合, 安裝上裝置 和我們一起拍攝 不用 不用… 時間, 替我拍攝一些節目 不好意思, 不行 是有獎的遊戲活動嗎 好的 好… 在這裡 我想問一下, 你平時選擇單包的時候 會考慮什麼因素呢 會變色的, 因為現在很流行 好, 今天你有沒有想過 哪一種單包是最用電的呢 沒有…沒想過, 好了 今天我們後面準備了一堆單包 我們現在玩遊戲 選哪一種單包究竟再省電 好的… 開始了 哇, 原來有這麼多單包的嗎 這個平時在家裡裝過的 應該還可以的 我…我猜這個, 應該那個用電量是比較… 少一點 那麼多了 沒有時間了 我覺得這些是最省電的 應該是這個的 我接了 三秒 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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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瓦嗎 很省電的, 我應該贏 1701瓦 恭喜… 你知道嗎 你剛才用這些烏絲燈蛋來多了 其實這些你知不知道叫做什麼呢 省電燈蛋 這個用電量比較少的 OK 所以不要經常都掛著它的外表 或者那些光線 應該多點留意它的電量 OK OK 那就更省電 有幻寶 好 幻寶 好 那我送些禮物給你 這個 來, 你拿回家 我輸了 這個安慰獎 LED燈蛋 省電蛋 烏絲燈蛋 怎樣好呢 其實以一個八百六明的光度來說 是烏絲燈蛋需要60W 接著 省電蛋只需要12W 但是LED燈蛋更加強 只需要10W 那LED燈蛋 比其他兩輩的壽命 是更加長一點的 那用些什麼 大家都知道